这样的话 两个队只要打比赛 另外四个队都在关注 都可以观察 有个倒地 主裁判的手势非常的迅速 既不是犯规也不是假摔 就是合理的身体结束 二打二了 瞬间的二打二了 双外圆 三打三 吉森自己推 投机了 九分钟的时间 干净利落脆的反击 打得也推向圆角 非常的清楚 吉森 这次他没有选择传球 但是这个所谓自私的处理球 其实挺棒的 是这样 就是对面的禁区 似乎还瞬间存在着争议 没想到梅州客家 一个干净利落的反击 先升多人 先下一城 这一次一对一的攻防当中 可以看到32号张天龙 这脚步是完全跟不上吉森的 是的 其实有的时候 对方高速带球冲过来的时候 有的队员容易心里就慌了 这个球吉森状态也很好 手起刀落 张天龙还得跟裁判说 说对面进区 我们倒地了 能说储库的事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叫崔庸 崔庸 看着也挺年轻 体格也挺棒 最后来确认一下 这个球有没有争议 看来视频助理裁判们介入 介入的话就是前面在进区之内 对 到底有没有犯规 今天的视频助理裁判 就是买卖提江 爱河卖提 他要去看 他要去看了 崔庸裁判想看 我们也想看 是的 这个画面能不能给我们也提供一下 看看当时在梅州客家的进区内 都发生了什么 到底发生什么 因为在双方刚刚这一回合的公寓房 非常非常的快 而且当时泰州远大 投入的球员是很多的 那如果真的 看一下 关键就是 石亮这一脚有没有捅到皮球 再看这一下 感觉外脚被石亮是捅到皮球了 从刚才速度比较慢的一个镜头回放来看 关键就是石亮这一脚 如果主裁判要回看的话 可能视频主理裁判给出的意见是 这个球有点像犯规了 因为崔庸裁判第一时间是立刻给出一个手势 这球不犯规 他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他说这球不犯规 对 如果说这个球最终认定的是犯规 那这个判的 极致了 极致了 极致的判法 完完全全从天上掉到了地下 这边的取消 那边的给点球 我天哪 极致了 极致了 那就是石亮那一下铲球 在他看来是半倒了楚库 而没有破坏球 我觉得裁判崔庸 非常的有魄力 因为他自己的一个判法 进行了一个180度的大翻转 对 石亮做完动作以后 马上起身高举双手 那意思我什么都没干 这个球 哎呀 侯宇啊 这个冲超组的比赛不容易打 经常碰到点球 看看这个点球 来了 太周远的 1比0 对 领先梅州客家 而且呢 这一个进球发生的前前后后 是挺有戏剧性的 是这样 那必须得说 视频助理裁判和主裁判的一个配合 完成得非常好 而且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主裁判崔庸 实际上也是得很有魄力 因为他要面临的事情比较复杂 首先对方一个反击 进了一个球 你要先把这个进球给取消掉 对 然后呢 再改判一个点球 改判就是自己之前的第一直观的一个 对 对